滿滿一匙粉漿在鐵板上畫成一個圓圈 有起司 玉米 火腿原味等四種口味 大份兩顆蛋捲起來炒後切 炒後單餅乍看之下 還以為是蘿蔔糕 大口咬下去起司會牽吸 美味又分量十足 就有網友某文 說自己外帶兩份大起司蛋餅 總重一公斤 三餐都不用吃了 推薦點一份小份就好 拒無法蛋餅 台南人太熱情了 很好吃 早上吃了可以飽到中午 很多耶 台中大概一半而已 拒無法蛋餅在台南市東區 碰溫底下一堆吃過的網友來留言 說是台南唯一指定 大蛋餅份量超大 餅皮很Q很嫩 米漿也很好喝 我還滿喜歡的 就是這種軟Q軟Q的 小時候都是吃這個 帶我老婆回來 就都會來這邊吃 而來到一般連鎖早餐店 用的是扁平餅皮 打顆蛋鋪上起司 看起來明顯不同 兩種蛋餅餅一比 粉漿蛋餅皮超厚一份六十元 重量實測高達四百五十五公克 將近半公斤 一般蛋餅餅皮較薄 一份三十五元 重量只有一百五十克 粉漿重三倍 這是古早味粉漿的 比較軟Q軟 單皮的會比較乾一點 好多民眾愛吃蛋餅當早餐 但想吃點不一樣 Q彈美味又大份量 一份半公斤 古早味粉漿蛋餅 厚度口感都讓人驚豔 記者來關章 王書宏台南高雄報導